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 中国与世界瞩目的中共二十大已经结束 在二十大召开之前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撰起了一篇习近平的弱点 狂妄与偏执如何威胁中共的未来 这篇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 在后面在海外迅速的流传 蔡霞在文章说 把中共更多的作为一个黑手党组织 而不是一个政党去考虑 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就请蔡霞教授来谈谈 从什么 为什么他要把中共定性为一个黑手党 为什么中共这个党被习近平 成了习近平被习近平驾驭的工具 那么中共内部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习近平被授权救党的这个说法呢 是真是假 我们要听听蔡教授的解读 好了 蔡教授你好 崔晓明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 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 现场跟我们的观众做节目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 我们观众们非常的关注 那么我在做节目以前 我把蔡霞教授在推上的最新的一个留言 我把它摘下来了 我看你是这么说的 胡锦涛被强拽离场 七个二十大新常委亮相 事实已经向全世界宣告 以政党名义存在的中共已经终结 中共完成了防阻过程 回到初期阶段的江湖邦会的组织特赦 所以说你在那个外交事务的那篇文章 你说北京中共这就是黑手党 那么这里又说 说你而在在商的批评 这个党是一个黑手党 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 为什么 是这样的 就是我最开始意识到黑手党这问题 就是说他们是一个江湖黑帮组织 是因为习近平曾经当过 我们中央党校的校长 那么2008年的 我们在开教学结束的总结会议的时候 我们的常务副校长 传达了习近平的一些个讲话 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习近平的话 他说的是中央党校信党 所有的教学人员都不允许说 与中央精神不一致的话 如果谁觉得委屈了你自己 那么请你自己想想办法 我当时很本能的一个反应就是 这话怎么听着就跟黑帮老大威胁人呢 所以呢我就特别的就是说不满意这句话 然后我就在我们学校里面 包括跟我们主任都在说这个话 我说这个校领导怎么可以这样来威胁老师 然后后来老那个我们那个主任说 这不是常务副校长的话 我一下明白了大校长的话 常务校长只是传达 那么第二次的那种威胁呢 就在于吃饭砸锅 那个我就不用解释了大家知道 那么以后呢我就看到了中共党内的这种 所谓接地气的语言 其实它都带有那种江湖色彩的语言 比方说党内的自清门户 定于一针 不得妄议 说三道四 比方守规矩 那个这些个守好自己的家当 刀刃向内 站位要高 要有领悟力 所有这些话 你听了你觉得哪一句话 政党内部的政党可以这么讲的话 没有 那么我当时就吃惊了 吃惊了什么 因为这些话 从我做这个党的建设的教学和研究 几十年了 我八六年开始做这个工作的 你无论在就是邓小平的 江志明的 胡锦涛的 更不要是胡耀邦这些老人们了 赵紫阳 都没有讲过这类话 那么意思 而这些话很快就变成党内文件 包括在外交语言上的话 所以呢 所以我就去查了这个东西 我在想共产党怎么会 那么容易就把江湖色彩的语言 带进党里来 后来2014年的时候 我就想办法就是多方搜集资料 然后呢 我看到了一些资料 中共其实在早期的时候 它在城市里边 它是和上海的青红邦是有关系的 这就是城市里的江湖邦会组织 这个大家都知道 农村里边就是绿林好汉 所以大家知道 它上了井岗山以后 他就把那个王佐和那个谁给杀了嘛 就是原来占三为王的 占了人家的那个地盘 杀了人家那个利林好汉的头 是吧 那么因此后来 这就使得我在进一步的思考 为什么 它就是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包括毛泽东开出讲的 那个农民喜之运动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 后来我意识到的是什么 就是中国社会在当初的清末明初 中国社会的市民社会还没有真正的发育起来 整个社会的这个文明程度没有达到 能够成立或者建立起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的现代政党 它只能产生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江湖会邦的这种黑社会组织 所以我们讲 我当时有一个科研的题目叫会党 就是中共党的早期就是一个会党 而后来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几十年当中 它在向着现代文明的往前走 它又倒回去 再往前走 它又倒回去 几次反复把党内的文化人基本上杀完了 就是清理完了 然后到了习这个地方 彻底的就回到老地方去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你完全走倒回去 完全走倒回去 这边我看到我们这个话题广告出了以后 有一些观众就留言了 他说我们这个标题防阻成为黑手党 那么就是意思好像中共曾经有那么一段不是黑手党 那么有些观众说中共一直就是黑手党 所以这个观点 你可能跟我们的观众之间有一些差异 你能解释一下吗 好 我们可以讲它的起家的底子是江湖色彩 就是带有浓厚政治生财的江湖的那个政治的汇帮组织 那么他最初的那个中共党内的干部啊 就是我们讲党内的骨干力量是什么呢 是没有文化的人 所以我自己因为接触这个老人的这个群体很多呀 当然了我可以说我父母是有文化的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对文化问题看得这么重 那么有很多这个老干部就说父母他们那些老战友 是一个大字都不是的 但是中共在那个49年以后 它要进城了以后 它就需要有文化的来领导这个国家建设 因为说这个问题呢 它就产生了中共党的地下党和那个 就是武装战争出来的那个党的那个两派斗 地下党的人基本上就给产光了 49年曾经想要有可能使地下党发挥作用的 这块就是我们讲成那个刘少奇他们和高杠他们的这种 五四年的恶斗和这个有关系 那么好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看到 所谓讲的当时的四个现代化 那么邓小平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干部方针 就是那个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 是吧革命化诸如此类的 那么因此呢当时邓小平很注意吸收老大学生 所以呢改革开放以后 有相当一批有文化的人进入中共党的 所以我们讲的他有可能向着这个 现代政党的方向改变 而到了那个江泽民时代呢 他又讲了一个三个代表 他其实呢就开始从党的意识形态 和党的那个路线政策当中 他有可能转向 但最后他都没有转成 没有转成这个我们话就长了 我们就不说了 而到了习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随着他本人的文化水平之低 他思考问题的方式的局限性 以及他带来的这些小兄弟火 你可以看到他们本身的学历是不高的 工农兵学员和那个所谓 我们讲的思想政治工作呢 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讲的政治教育啊 这个这类的人的出身 所以他对于现代政治和现代文明 是没有概念的 而他当初习在那个福建也好 在浙江也好 以他自己的当时的那个经历和职位 他不可能有更高层的那个就是 那个干部所以我自己觉得 他那个兄弟火的人吧 其实也就是一个县处级 厅局级的那个水平 那么因为是这样的话呢 他又本能地去排斥这个有文化的 有思考能力的人 所以这个党他就会很快从 有可能转向现代政党 他现在又倒回去 这一次的那个小兄弟火的这个常委 你就可以看到五大郎开店 现在我觉得他叫习二开店 因为他本来就他们家的男孩子当中的老二 所以这个皇祖啊 通过你这么一解释啊 我也明白了啊 像我们观众也别明白 但这里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说 你可能认为 在江泽民时期那样的一个做法 有可能把中共带入现代政党 而你像傅斯佐波松大学教授的 那样的一个中国政治观察家呢 他就是中共一点都没有希望 走入政治政党 那么你怎么看这种差异 傅斯佐先生的这个观点 我也是同意的 那么我们可以从哪个角度去看呢 中共他因为他本质上 他是一个传统文化 和中国江湖社会的一个集合体 那么当中国社会 本身要走向现代文明的时候 他随着市场经济的那个放开 就是我们讲开放啊 人的这个自由经济自由 他必然有一个思考思想的自由 和政治权力上的一个行使的问题 那么这就触及到了 中共统治的一个底线 所以每一次在这个改革当中 当要触及到深层矛盾 触及到深层底线的时候 中共就必然在这个地方打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 这个思想以后 他无法往前走 因为当时中共的老人 极左的东西很多 而在体制的改革当中 他也无法来突破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富士卓先生说他 他不可能改革 是因为他打破不了这个底线 他就无法真正把这个 江湖汇邦 这样这个组织的一个底色 转变为一个现代政党 他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好 下个问题 这个我比较好奇就是说 你说中共是黑手党 你是从这个体源和一些语言色彩来说 那么我也听到有人 李南央在我的节目里说 他说党内都把习近平叫老大等等 对 那么具体来说呢 就是你能不能说 他的一些政策的黑手党化 这个应该是我们观众 更加这个关注的 因为这个涉及到 霍国殃民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是做的政党研究 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 所以我从党内的状况来讲 前面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的语言的色彩 他改变了 他把那个弹药政党特征的抛弃了 而用江湖汇邦组织的特征来了 第二个我们从组织上来讲他 组织上大家可以看到 2013年习近平开始搞反腐败时候 其实是朝野都愿意 大家都觉得这个腐败是一定要解决问题的 虽然左中右大家都很支持 但是改了以后你就发现 他那个反腐败是什么 用我个人的看法 实际上2013年到2014年的这个反腐败 用我自己的语言讲是 不干活的人喊政治口号的人 打了那个干活的人 这个党内来讲就是党务系统的人 扫掉了中共的政府系统的官员 技术官僚们 对 技术官僚 因此我们讲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这一打实际上就是使得 那个政府行政管理的这个层面的人 大家都不敢干活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 他是有选择性的打的 你说党务系统没有腐败吗 他有比方用人的腐败 是不是 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我们讲意识形态 后来也变成了一个出输 那个挣钱的一个市场机会了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他其实在党内实行了一个做法 那个做法就是说 让你自己乖乖的把你的小辫子 交给这个技检委和组织部门 然后他想整你的时候 他就拿着你交给我的这个小辫子 我来捏着你 我不想整你 我就可以放你一马 这是什么东西呢 可能我要稍微做两句解释 就中共党内一直讲说 这个处以上干部 每年要申报财产 反腐败在全球 有一个通行的做法 大家都知道 官员财产公开透明 全社会来监督 而中国共产党 一直拒绝做这件事情 但是他在党内 要求处以上的干部 把你的所有财产 所有的收入 包括你的什么家族的公司 那个企业 什么股票 什么投资 什么基金之类的 你每年都有一个申报 跟老百姓不申报 跟党要申报 对 给党要申报 党也不会把这个东西真的让社会来监督 他不 他是捏在手里面 然后我曾经问过这个组织系统的人 我说你们这样做合适吗 应该像人民申报的 你们不申报 你们现在捏着这个东西 我能相信说你们组织系统 纪检委系统的人 不会错于个人的目的和利益 去把这个材料抛出去整别人吗 然后他们当时为了减少我的这个顾虑 特别跟我讲了一句话 你放心 说我们的这些 他们申报上来我们也不看 说我们就把它当一个材料 就放在这个袋子里面 只有到什么呢 一个就是你要提拔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别人来举报 你有问题了 我们才会打开来 你看 那么当这个话是给我这么讲的 但实际上我都认为是什么呢 如果他要想整你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它打开来 因为他有一句话他讲说 你必须对党绝对老实 如果你不老实的话呢 那我就拿着这个你申报不实 我就可以整你 黑带子等于是 这是黑带子 对 黑带子 而且他这种就是说 你老实是不是老实的就申报了 他不可能把几百万的干部 全部个个都查到 因此他实行的是抽查 执起手续 对 这种抽查呢 又是你不知道 有没有抽到你 谁都不知道 是不是抽到你查了 那么因此每个人都害怕 被抽查到自己隐瞒了 没报对党不老实 所以每个人乖乖地 把这个交给他 那么因此这样一来 就在党内造成了一种莫名的恐怖 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有小辫子 抓在那个组织手里边 所以你敢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和反对意见不可能 因为你只要一说 他就可以把你的材料袋子打开 不知道中纪委半夜 什么时候来敲门 对 因此呢 这种做法就造成了 全党的这种恐怖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是我想讲的组织上的东西 第三个呢 就是反腐败当中 还是有一个特别狠的手段 倒查二十年 倒查二十年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那个从2020年开始 就是地方的反腐败 他要做到 就是二十年前你做的事情 二十年以后我来查你 二十年前中国的市场经济 和中国的制度建设 包括就是法律法规和制度完善 都是不完善的 那个时候所有干部 因为中国这个体制 已经造成了这个党内 是普遍贪腐 所以我们社会民众讲说 十个干部拉出去 一个全部都枪毙 冤枉了他们 一个R一个枪毙 还有漏网的 我觉得是的 因此呢就是 贪腐这个问题 就是政策法规的不健全 和不正之风和贪腐 这个是没有界限的 那么因此二十年前 你什么时候知道 这个事情属于贪腐 这个属于不正之风 这是二十年以后来给你定性 所以二十年前 人人都是有罪的 人人都有罪 所以你倒查二十年就死了 这些所有的官员 都是非常的恐惧的 那么因此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官员的 所谓讲躺平 他这个躺平不是说 跟中央对抗 跟习近平对抗躺平 而是出于恐惧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干 所以党内还有一句话 叫什么 叫只做规定动作 不做自选动作 规定动作 就上面叫你做一 你就做这个工作 而这个动作要把它做过 为什么 不过不足以显示 你对他政治上的忠诚 所以中央高层 叫你要求朝着这个方向做一 你可能这个省里 就要把它做到二和三 市里面就要把它做到四 到了县里面就要做到五 或者六 所以你就可以清零措施 清零可以做到极端 它就是这么过来的 这个黑带子等于是 也解释为什么党内 不敢说话了 对啊 那么我在关注这个二十大新闻的时候 我发现西方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习近平今天走到这个地步 党内有一种某个共识 牛津大学教授南木宁 他曾经说 他说习近平接总书记的时候 中共内部的共识是 党处于危机之中 这样的话 习近平抓权干这些事情 就顺手推舟了 是这么一个过程 你了解情况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因为它这个情况是个什么状况呢 就是说中共党在2012年的这个之前 其实中国的学界和党内都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党内贪腐这么严重 那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 它会受到贪腐的这种制约 中国就无法真正的往前走 那么因此这就有一个 我们当时讲就是反腐败亡党 不反腐败亡国 是不是 那么因此呢 就是说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社会矛盾非常的尖锐 这就有一个 中国究竟是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自己不改革 通过这个 就最终是社会矛盾爆发 所以我们当时讲叫改革一革命赛炮 那么因此这就有一个中共在怎么去面对这些矛盾的 而这些矛盾的解决按照着往前走的思路 就是一个深化改革 所以当时包括我在内 很多人都把这个期待取决 就是寄托在这个未来的新班子上 他们可以通过改革 那么但是事实上呢 就是习近平上来 这并不是大家说把权力交给习近平的一个 一个一个就委托他来拯救这个党 不是 而是说大家就不管哪一个人上来 这个就是改革这个要往前走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新上来的班子 居然是倒退的 好 我们的观众问了一些问题 我们利用这个机会问问我们蔡教授几个问题 点问蔡教授 共产党的弱点在哪里 以你看如何推翻共产党 这是我们观众Andy慢慢说提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话很难讲 为什么呢 任何一个就是说 就是不符合这个社会文明发展的趋势的一个 就是政治集团 最终他都可能被历史淘汰 至于怎么个淘汰他 和用什么样的那个 在什么时间点 在什么事情上能够淘汰他 我觉得这个东西谁都不能够算账 刚才我讲的说这个就是弱点 或者你们讲共产党弱点在哪 我刚才把这么多情况讲 其实大家心里就很明白 这个党他本身在现在他的统治基础和他的那个是越来越脆弱的 是吧 因为这些他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 但是换句话讲 你如何去推翻他 我觉得这个话也很难说 因为什么呢 要看一个社会的一个情况发展 以及他的统治 他能不能继续的就维持 包括他的财政啊 经济啊 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维持 所以我很难讲这个问题 这个江谈 蔡教授好 刚才你说江湖两人是帮看家 具体他们两人受谁的制约呢 江湖两人帮看家呀 他这个受谁制约 我觉得有几条 一条就是老人们还活着 所以呢 这个老人对他们的制约是有的 你看啊 就是邓小平没有去世之前 其实江一直在后面 他是受邓小平制约的 否则江泽民八九以后 他就会向左转 你知道 这就是邓小平后来把那个掰过来 还是要搞市场经济 就经济上自由化 政治上仍然坚持保守 是吧 那么那个湖呢 他受江的制约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这两个人 江和湖 心里边还有一个底线 还有一个就规则意识 所以呢 我们讲呢 他们这个时候 他们是受到 他内心有一个制约 就是这个党 委托给我了 我总得讲点信义吧 讲点规则吧 所以他是守了这个底线的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这次二十大 这个已经是完全没有底线了 完全没有底线 所以没有任何自我约缩的这个东西了 好 这个我们要感谢前中央胆校教授蔡霞 今天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 跟我们的观众互动 并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么我要提醒我们的观众 在我们的节目中 嘉宾发表的观点 都是他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最后我要给美国之音做一个广告 明天这个十四大家谈节目的两个话题 第一个是习家军一统天下 习近平绝对权力有多大 那么第二个话题是 令人诧异的一幕 胡锦涛的离场 留下多少疑惑 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 蔡霞教授和我们的关注 我是陈小平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